看看新闻榜 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今天的案件聚焦节目 在2011年 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身份 炫富出名的郭美美 近期的因为赌博事件 再度引起了网络的关注 据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 郭美美因为涉嫌赌博 被北京市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为了调查清楚案情 北京警方联手广东湖南等地警方 组成了专案组 随着调查的深入 赌博 炫富 夜场演出等等 环绕在郭美美身上的 种种的光环谜团 开始渐渐地揭开 在被抓获的八名组织赌球犯罪团伙中 郭美美就是其中之一 7月14日因涉嫌赌博 郭美美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 依法刑事拘留 郭美美真名郭美玲 2011年6月的一条微博 让她的名字几天内就火遍全国 在照片里 这个19岁的小姑娘住别墅开马沙拉地 提名牌包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 她的微博认证身份居然是红石自绘的商业总经理 其实当时是跟我爸爸 我刚爸他们吃饭 他们来北京出差 然后吃饭 在饭间他们就聊天 他们交谈中 我就有一句的听一句的 就是他们成立的公司是叫中宏博爱 然后 中宏博爱是 它是红石自会的一个下属 分会计 分支机构对吧 一个继承组织 好像是跟红石自会下面的一个那个 什么商会机构 对 有些红石自会下面成立商业红石自会 下面还有一个网顶公司 网顶公司就搞了一个 你刚刚讲这个 这个中宏博爱 是这样子的 应该是这样子 对对对 我是帮你做个解释 继续讲 然后 因为我跟爸爸他们平时都很疼我 然后他们就 说完他们的事情以后 聊天 就跟我说 说公司成立了以后 你也到公司来上班吧 我说好啊可以啊 我说但是 如果不是做总经理直别的 我开玩笑的 我说不做总经理直别的那个职务 我不去 然后他就说 那就让你当总经理呗 就纵红博爱 对 他其实是红小孩一样的 是 可是其实我没有多当真 然后过了几天 我就在微博上 因为我微博里面关注的那些好友 全都是写的就是类似总裁啊 CEO啊那些 然后可能就有一种 爱慕虚荣攀比的心理吧 然后我就把自己的那个 原本是新浪认证是那个 歌手和演员 然后我就把它改成了 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其实我连那个时候 我连他们公司叫中红不爱 我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是中什么 红什么 我就记得这两个字 所以我就改成了中国红十字会商业 那为什么你会让别人 让网友感觉到 这么样的这个冲击呢 是 你在 你当时写了这个之外 还做这么别的事 还写了这么别的话 还有一条微博是 我改这个应该是 三四月份的时候改的 改完之后 因为 天天我 我现在也没有工作 每天就是在家待着 或者跟朋友逛逛街出去玩 所以我那天我就 在微博上写了一条说 每天要上英语课 要游泳 还要学习当 那个 红十字会总经理 因为当时 你在饭局上还那样开玩笑 我说我哪里会当 那个总经理啊 我说我这么小 我什么都不懂 他说 你今年四九岁 九一年 九一年是吧 刚买二十 对 然后他说 你不会你可以学啊 就因为他那么一开玩笑一说 我就那天在家上网 我就闲得无聊 我就突然想起那天 那个我干爸说的话 我就在上面改上了 我说要学习当 红十字会总经理 没想到弄出那么大的事情 一时激起千层浪 这一消息引发社会热议 为了平息事端 郭美美接受了 某访谈节目的专访 称豪车 每个名牌商品都是干爹给的 与中国红十字会无关 其实当时新闻里说干爹 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的男朋友叫王军送我车的 他是广东人 他是据我所知 他是做房地产的 然后他也会给我买了车 然后给我买了一些奢侈品 像包包啊 首饰啊 衣服之类的 随后警方证实了此次事件 确实与中国红十字会无关 但此次事件几乎摧毁了一家 百年慈善机构的信誉 而郭美美却能全身而退 接着开始接各种商演 继续在公众视线中频繁出现 大家纷纷猜测 郭美美是否存在 传言中的靠山和背景 他所称的干爹又是谁 有些问题在问你 这个你所谓的干爸 是不是王军 对 他是深圳的 他不是网上说那个红十字会里面的王军 因为我看那个网上的报道说 红十字会里面好像有个副会长也是叫王军 是吧 对他是深圳的 他是个商人 他是个民意企业家 他是个商人 我只知道 是商人是吧 他做什么职业的你知道吗 应该是自己投资房地产之类的吧 投资房地产之类的 是吧 因为这个 你刚刚提到这个 他是你的干爸 是不是 那么干爸的话 那个 郭女士 他的干爸跟你之间 有夫妻关系还是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 没有任何关系是吧 那我记得 那我晓得 你姓郭 你女儿姓郭 是不是他从你的姓 对 他从我的姓 从你的姓 是不是你跟前 你他的父亲是不是已经 你们 我们早就没在一起了 早就没有在一起 已经离婚了是不是 就 就我 他还没出生 我们就没在一起 就没在一起了 所以说从你的姓 是 因为那当然了就是 你把事情 这个已经 第一步我们就把事情谈起 但是我相信 网友会对你 还有非常多的问题 我希望能够 这个时候能够 我们来澄清一下 好吧 那网站上讲说 你有两部车子 一部叫做南部吉尼 是吧 一部叫做 马沙拉地 不是 一部是南部 不是 一部是马沙拉地 一部是那个 迷尼库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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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尼库珀是 妈妈买的 是你送给他的 是18次送的礼物 那么上次 我听某一个制片人说 他出门的时候 开着迷尼库珀 还有带着保姆 对吧 对 当时他 开电视剧的时候 他家境就 就比别的孩子要好 但是有的时候 拍戏的时候 他有个小迷迷车 他家境非常好 有的时候拍戏 是保姆都跟着 那么 我们家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保姆 所以说你们 所以你家本来就 比较富裕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不可以说是 很有钱那种 但是我们 过个小日子还 开电话 一直有钱用的 就是因为我 90年他还没出生 我在深圳就有两套房子 就有几百万的陷阱 那时候我就有 有这个 有这个钱 可以把它养大 就 我就不用做事的 可以把它养大 不用做事 对 那么现在呢 就是在这之后 你还要做什么职业呢 我一直 就是我 那是90年 就开始买股票 买股票 对 那时候只有五支股票 也是我们广大的 这个受害的股民之一 是不是 你被靠股票 不是 我是靠股票起家的 靠股票起家是吧 对 我做得早 就只有五支股票的时候 我就 那时候我就进入股市了 还没有电脑的 你还记得五支股票的名字吗 记得啊 你讲给我听 第一是发展 第二是 金田 万科 安达 那时候的 名字就是 还有一个原野 你这股票赚了多少钱 赚了几百万 我只有几万块钱 赚几百万是吧 对 几个月就赚了几百万 那时候一天 可以赚几十块钱的 你在你的了解 王军 他在忠宏博爱里面 担任什么 我是担任董事吧 按照这个资料 好像是挂名了董事 然后他有投资 你知道他投资多少吗 我听他们说 好像总投资是六七千万 然后他投了一千多万 投了一千多万 好像是 那他有 他现在退出了吗 据媒体报道好像 他已经不担任董事了 反正那天我听他跟我妈妈说 就是他已经不打算做了 哪一天的时候 前几天 前几天是吧 前段时间 前段时间 那么他投中宏博爱 有没有从中宏博爱赚到钱 没有还没启动呢 还没启动是不是 还在装修 因为我们事情 也做了很多的吊烟 我们记得你中宏博爱 也是网顶公司去拍 我们发现 好像还在装修是吧 对还在装修 好像还没有开始营业的样子 也就是说 王军投了一千多万之后 他现在不想做的 这个钱他退股都没有 他不打算要了 他不打算要了 那挺有钱的 不是因为 他是这么说的 他这么说的 没关系 反正就把你知道告诉我 因为我们不需要 军有合理性是吧 理解我 你知道 因为年纪轻 很多事情 你可能也是迷迷糊 你不一定知道 反正就把你知道 告诉我就可以 也就是说 他投资这个钱 就你所知道 他还没有从中宏博爱 赚到任何的钱 是这个意思吗 这是第一个 要告诉我的话吗 是 还没有 因为公司还没营业 因为还没营业 对 所以要赚钱也不可能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推论的话呢 中宏博爱没有营业 我们也查证过 也是如此 对 所以他投钱的话呢 投这一千多万 能不能拿回来 是他的事 反正就你所知 他说他不想要 那我们不管 这不重要 问题就是说 既然没有赚钱的话呢 因此送你这部车的钱 就不应该是 中宏博爱的钱了 那肯定不是 那肯定是他自己的钱了 对 当然了 我相信 中宏博爱还没有开始营业 因此说赚钱也不可能 除非 除非是他自己的钱 否则我找不到别的理由了 那如果是他自己的钱送你的话呢 你做个澄清 当然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把你澄清 因为我是不了解的 我只给你一个机会 做这个澄清 也就是说 确实他给你的钱的话呢 那是你们两个这件事 至于你跟你干巴之间 什么关系 跟你没什么关系 其实我也不在乎 我也不觉得 我们社会大致 需要关切这个事 因为他也不是政府官员 他也不是红知智慧的人 他也没拿我们老百姓的钱 也没拿我们老百姓 决定三款 他要给你什么 他就给你什么 那是你们的事 但是我们查证结果呢 他唯一的这个支撑 跟红知智慧有关的 唯一的支撑 就是中宏博安 好吧 他是个董事 但是这个董事 他投了钱之后呢 目前还没有营业 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营业嘛 当然没有盈利 因此以这个推论来看的话呢 我们可以认定 这个钱是他本人给你的 对 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你能做这个澄清 我觉得对于 红知智慧而言 对你而言 对王军而言呢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澄清 但我希望这一切都是事实 三方面呢 都可以因此摆脱 这么多年的噩梦 这么多天的 这么多 这么几个月的噩梦 是吧 好吧 因为 如果我有撒谎的话 我现在也不可能坐在这里 对啊 因为撒谎 我也相信你 你不敢来我的节目 对 因为你知道 你知道我问话 是非常严厉的 而且为了问你这些话呢 我们事情都做了很多调研 确保你没有说谎 好吧 因为我们当时 从深圳回北京的时候 那天下飞机 也有记者拍 对啊 我们都看到了 我们所有的数据 我们这边都有 哇我这边你看 我这边一大碟 你看到没有 所有的数据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调研 因为回来以后的 第二天和第三天 我们第二天 公安局要求我们去调查 对 第二天是哪 是就从深圳到北京的时候 对 第二天 要调查 对 然后我们是在公安局调查了十个小时 第三天是调查了就路口供 让我们他问我们一切关于这些事情 询问 对 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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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们两个一起去的 对 就询问是吧 对 也不是路口供了 你们也不是睡饭 不是有口供 就是他还小 他还小 讲了很多话都是很有意思的 对对对 那么你是跟他一起去的 对对对 对不对 那么第一天录的十个小时 两天 每天录的十来个小时 对 第一天就有十个小时 第二天十一个多小时 那么你们当时询问的时候 所讲的话 给你们今天告诉我的话 会告诉我 肯定是事实 是事实 对 面团都是一样的 对一样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好吧 那么你在这个微博上 你还放了很多的照片 你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 爱马仕的包包是吧 有很多名牌包包是不是 那个我还要证明一下 就是 那都是我买的 你在哪买的 它就一个 我在深圳买的 是罗湖买的是吧 对 罗湖上一层买的是吧 那个都是假包包是吧 对 只有两个是真的 哪两个是真的 好像没有 那个绿的是真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没有 还有一个橙色的 我忘了有 这爱马仕的吗 都是爱马仕吗 是谁送你的 一个是妈妈买的 然后那个绿色的 真的是吧 那个你买的是真的 送她一个真的是不是 对 郭美美呢 出生在1991年 算起来到今年 她也不过23岁 初入社会的花样年华 却被贴上了赌博 炫富 性交易 等等的标签 这样强烈的冲突 为什么会发生在 郭美美的身上呢 在她23年的人生当中 究竟发生了一些 什么样的事呢 为了进一步调查案情 在郭美美涉赌被抓后 北京警方 联手广东 湖南等地公安机关 成立专案组 随着调查的深入 诸多谷团 一一解开 这个坦定她知道 我是有老婆的养了 两个孩子一个女儿 比起来我每天晚上 我都回家睡觉了 我年纪那么大 她都通过这个方式来赚钱 她才认识我的 对不对 要不她不认识我 对不对 她都这种严 王某就是郭美美口中的干爹 46岁 广东省深圳市人 以参股方式 投资房地产 基金等领域 因涉嫌刑事犯罪 7月24日 王某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郭美美在接受警方调查时承认 王某其实不是什么干爹 而是他当时交往的男朋友 我是怎么认识郭美美的呢 是这样 是通过一个朋友 叫做写离的 就有时候 就是聊天的时候 说有没有女孩 介绍个女孩 给我认识 后来她就把那个 郭美美介绍的我 这一天就 她被投美金过来 这一天就吃个饭 就没什么 后来就留了个电话 留个电话 然后第二天 就 看她发生放弃了 发生放弃了 后来发生错误了 她就 提出了要买东西 买东西 后来我就给她什么块钱 不知道她的 什么目的 王某说在她眼中 郭美美就是一个 被有钱人包养的玩物 在和王某交往以前 郭美美曾签约南方某演艺公司 公司安排她每年 不守于50次的夜场商演 每次支付报酬 万元 这是其主要收入来源 郭美美自己交代 她曾多次收钱 与人发生性关系 她是我一个叫阿辉的朋友的朋友 然后她是从阿辉那里 要的我的微信 去之前她给我打了五万块钱 到卡里 然后到了之后 给了我三十万港币 然后我们那天 到了当天 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了 发生了关系 等我回了北京以后的第二天吧 她又给我打了十一万到我卡里 王某说 自己和郭的确交往过一段时间 但眼看她越发肆无忌惮地炒作自己 尤其在红会时间爆发后 竟然还去接受采访 并把自己称为是她的干爹 王某终于忍无可忍 我就看那个是吧 第一呢 不要脸 所以弟弟大到的不要脸 第二呢 没见过 全世界没见过 那个贪污 西荣啊 西荣心好强 西荣心啊 第三呢 就是为了出名不做手段 为了赚钱 啥都干得出来 就是这样 当时我说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会发现了这样 她打断了我 她说明天要上节目 我一听我就吓我一跳 我说你上什么节目啊 我说 我说你还丢人不够啊 你这种事情 你害得人家 红书就会这样了 对不对啊 你害得好多人 你伤害了好多人 你还不要脸 你还去上这个节目 你光荣吗 此后 王某一度和郭美美断绝了来往 不久之后 郭美美又在网上炫耀豪赌 称书大了 欠下别人2.6亿元的赌债 发布2.6亿这个澳门网站的那个 网站的创办人 我认识 是认识有 前年认识的吧 然后在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 然后我去澳门 她说她突然有个想法 说可不可以说 就是 因为她那个是欠债网站 她说她有个想法 说如果在欠债网 她的网站上 如果发布说 我欠债的这个消息 会不会是 可以提升她的网站的 关注度 知名度 她就把这想法告诉我 问我同不同意 我说 只要不要说太过分了 她当时说的是 可能就发布说 欠我几百万 然后我也就 反正只是默认了 然后在后来 第二次去澳门的时候 她就拿了四十万筹码给我 后经查明 欠债2.6亿元这件事 完全是郭美美 精心炮制出的炒作新闻 但其试读成性 确实是实 2012年底 郭美美在澳门 认识了一名外籍职业赌徒 很快和对方发展成情人关系 并在北京同居 2013年2月 郭美美与这名男子策划在北京开设赌场 以月租19000元的价格租下了北京公馆的公寓 用于涉赌 郭美美有个外籍男朋友 叫CO的 是在澳门 专门打德州普克 郭美美认识她之后 就对德州普克着迷 然后 第一次 第一次主持排局的时候 她的外籍男朋友 跟一个中国合伙 开了一场排局 然后郭美美 就赚了七万多块钱 然后这一次她觉得少 说还是女人当家 下次我自己做 下次她就自己主角了 吕某某是郭美美的助理 据她交代 郭美美并不满足于自己赌博 甚至和别人开设赌局 不断吸引赌徒加入 朱某就是郭美美发展的对象 她是个很恶的一个人 我感觉她特别恶 特别恶劣 特别独 就是不自手段 今天你到我这来 今天晚上我这边很多朋友 都是有名有望的什么的意思 来回回朋友 就是打个多多普克 以这个以开会友的方式 我说我没带钱 她说你有卡吗 说可以刷卡在那边玩 我说我没带卡 她说那这样吧 要不然你先拿点钱 就是在我这儿拿钱 改天再给我 就陆陆续续的 总共输了四十 最后就还有一万 我退给她 不玩了 我说不玩了 那你现在要给我钱 不给钱不能走 她当时就翻脸了 我觉得我很奇怪 她说我现在派人跟着你去取钱 此次郭美美赌球被警方拘捕 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并使人反思 现在的社会道德底线意识 出轨的言行和错位的价值观 一定会把人引向不归路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些出于各种目的 被打造出来的网络哄人 会分裂并扭曲年轻人的成功观 消费观和价值观 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目前根据警方调查 不论是炒作红十字会 还是2.6亿元赌债 以及为郭美美量身定制的网络电影 我叫郭美美 甚至郭美美因赌博被抓后 其母亲配合北京警方调查时 网上出现的郭母连夜 从日本飞回国等不实消息 都疑似由幕后推手进行网络炒作 警方对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这红门药酒怎么样 那药材多药好 酒注药力酒好 这红门药酒啊 有67味中药 270多年的历史传承 都是真材实料 对风湿关节炎 静肩腰腿疼 肾虚尿贫 体虚胃寒 多种病症都有效果 得按疗程坚持喝 胡麻药酒 中华老字号 大师高迪说 直线属于人类 而直线属于上帝 建筑大师高迪 请你提名你的建筑科幣 据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介绍 郭美美供述称 甭管是好名还是坏名 他都意识到 这个名声可以给他带来更大的利益 更多的物质享受 所以他就竭尽全力地对此进行炒作 据调查 不论是炒作红十字会 还是所谓的2.6亿的赌债 以及网络上为他夺身定做的 所谓网络电影 甚至在郭美美被抓了以后 郭母为配合警方调查期间 传出了这个 郭母连夜从日本飞回国内 等等不实的消息 都疑似 有网络黑手对他进行极度的炒作 对此警方正在进行深入调查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案件聚焦 明天请关注东方11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